娱乐之上小麦解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凤凰杯的比赛 弹众是随机随到了人族 而在进点方向的话是这边的hopestar 弹众这边也是相当的实在 先跟这边的亡灵先跟hopestar说是人族 好优势图啊天要亡我 好的这样的话这个农民的探路啊 应该说也是会给自己带来第一手信息啊 进点而且他有可能会让他应该看到了吧 弹众我还不想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找暴兵来打我 对他应该是他们两个人在说上一场比赛 好吧那我们不管我们看这场比赛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在进点方向然后的话弹众这边该怎么样去应对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又觉得进点方向是对人族最有利的一个情况 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张对亡灵有利的地图 对不好开矿嘛就这句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表现情况 时间还蛮长的哎这场比赛大家可以有必要来一点零食 对吧慢慢来慢慢来躺着可以慢慢看 这个得稍微得慢慢看一会才能看出点味道呢 好的这边我们看到是 敌开首发43280人口你能赢就有鬼了哎对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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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直接把霍伯斯达说的没话说 我已经432等级了我80人口了你已经输了啊就这句话你服不服吗 如果你能赢就出鬼了弹龙就这么自信好我们看会不会是大呃你塔太多没有充你的欲望哎这点人族无力反驳 他逼人族就这么一句话弹龙这边哎这句不好反驳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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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凶得很你怎么说弹龙你怎么说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塔多是事实啊对不对而且人主塔多是被网友就是金网友会比较说多吐槽的就是这个点 所以的话弹龙可能也是没办法进行反驳 第一个点门口三三二点位先练一下然后这边底黑过来捎到家里面的话也是一待会走蜘蛛的路线 一个点会比较轻松 底黑来了农民在那边站岗一下 视野先开一下这个水人这个水人是被打死了宝物是一个将手套 然后这边DK骷髅招一下大瓦斯往里面赶 先把这骷髅给打掉这不打大瓦斯没什么前途 我刚才感觉一发是带走一个带走一个是一个捞一个是一个捞一个就赚 就是赚不亏是吧 继续说福特曼然后这边的话应该说这个两极怪可能还稍微要练一下 哎呀这法是有点天真了这法是有点天真了 但总表示你太天真了这里能扔到你以为我会停下来吗 不可能的嘛对吧 这肯定是果断一发C带走 好目前的是DK的话是已经用掉了只剩下最后一发C了 对然后只C到一个农民比较可怜目前为止还比较可怜大瓦斯两极 把这个411给练完DK弄一种骷髅过来感觉有点稍微苦兮兮的样子 但我这边两个点练的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个这个水人要不要干点事情的水人102点选一刀要不是C一下不舍着C强行平砍砍掉这个水人最后一刀 哎最后一刀有机会好砍掉 432点经验非常舒服哎这边我们看到弹总这边是五个福特麦加一个大法师过来压着补雷根冰塔又补雷根红塔我靠这后不是大也是凶啊一根红塔一根冰塔农民国务还是过来修一下这根塔这个这个弹总有点不好推进的家里面如果要打的话一定要研究顶盾 哎呦拉了民兵过来这波就是要干的这波就是要干的这边后不是大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准备家里面阿本科技已经生了但弹总的民兵已经来了准备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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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人家的对方现在是一二三四五个福特麦然后家里面民兵还来了一波这直接敲这个通幽魂塔也是有点凶惨啊弹总弹总这个有点凶惨啊我们看到直接他们 哎哎哎这个对方的这个幽魂塔这有点可怕 你发生就这个有点可怕了直接农民全部拉出来修还好这边王林应该说两根塔还是比较可怕弹总就打有点稍微激进啊我们看到好现在这农民不能死农民被打死一个哎呀农民被打死个就尴尬了对对对这这军完全现在是乱了呀 好两个水人在杀这个小狗一发是给一个农民那这样的话这边一条狗被打死现在弹总这边的福特麦就敢死对啊啊这边农民也是死掉很多但这根塔被打掉了王林这边人口瞬间是红人口哎呀凶得很啊这一波好现在又是一条狗被打弹总这一波真的是死出吃奶的劲 家里面的话实在补点农民补点福特麦紧盾在研究然后这条狗的话可能也要死哎呦这个福特麦能走就走赶紧走赶紧走大法师现在隐身在这边哎一条狗这边最后一下水人没有A出来 对因为这个距离的话水人A不到福特麦进去要摸一刀还好这两个蜘蛛还在然后这边福特麦跟对方的库罗在那边进行硬钢大法师你动一动啊大哥别不动啊福特麦全死光了对往后撤然后这边里面补了一个通灵塔非常伤这一波这波非常伤王林很伤人主也伤双方都很伤 但是我们二本科技升一下然后只有二十四人口五十块钱这产的应该说也是有点稍微有点惨的过分 把东西给卖掉买一个卖掉买个清醒 好吧农民波波这边还是有比较多的你可以这边跟一下然后这边家里面的话是这个双星连接点有点稍微的奔放啊没有骷髅在扛这个蜘蛛一点招不住 对20人口然后这人口还补不上去 农民波波这边之前是有六个的所以的话死掉一个还行大法师现在想着有这大法师要高你都用掉了呀这有点苦逼了没法回血大龙这个打得有点太极近了前期不过还好哎呦这两个蜘蛛这两个蜘蛛这不能死啊这两个是谁一个哎呀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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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7点血一个44点血我有必要这样吗这有点玩大了我跟你讲玩的有点大有点他狗过来补刀 等一下两下脑死好走人你可以这边现在是马上到三级哎这边弹总又拉出一波冥冰过来哇哇哇这这这这有点不太对这两个蜘蛛怎么办怎么办这两个蜘蛛没地方走我们看到这两个蜘蛛哎呦这这网里有点有点崩盘啊两个蜘蛛这么练蝉了我们看到蜘蛛这哎呦达摸Q大法师伸到39 瞬间就感觉要要要要要要要出事情啊我们看到召一个两极水人出来中间是弄了个研磨进行防守蜘蛛你死光了我们看到这这农民也被杀掉一些弹总这波冥冥拉的非常凶对家里面农民应该说是剩了一个全拉出来了 剩下的进度是大法师被打残dk这边马上有碎了大法师要tp大法师要tp哎呦这一波的话应该是赶紧回家农民不稳能一起来大墨大大飞机寒枪飞机 走不掉就得死还有一些没走掉一个福特麦三个这边农民还有一个水人没走掉没走掉就是我的经验了刚刚这两个两个哎这个这个打这个水人干嘛先上农民啊有生力量先上上一下刚刚这里这两个蜘蛛死的有点稍微约望也是练剂练的有点稍微的太太凶残 太凶残太凶残了不要不要这不能这么练这么练还是真的容易出问题 哎这农民不好杀啊dk啊 A4一个4一个A4一个两个还有三级dk了弹总这边跑到了一个远点方向去练剂 我以为这个跑了有点远吧兄弟啊 压制一下这边的防御场弹总阿本科技完成这跑了有点远跑到这地方来了吗顶顿一下 这这准备偷不偷框吗dk好像跟上来了 我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意图发现也是有点快 好严慕在那边家里面点因为这边农民都没有修都不能修严慕单挑这根圣塔 反正也没来这反正也没什么伤害哎你哎掉你这根塔再说 这边我们看到链接dk赶过来我这dk赶过来有点可怕三四两GC抢东西 地人面罩哎这大法师有点危险我怎么感觉啊dk这边这个追大法师大法师怎么办啊 深一届大法师当心dk被围哎当心这这这这不能被围不能被围不能被围走走走走dk跑的比较快 大法师先溜大法师你先溜有还好刚刚农民波波们稍微顶了一点 里面另外一边炎魔师单挑把这跟他给打点爆了 蜘蛛补一下亡灵将里面也是比较惨这两个蜘蛛真的死的比较惨啊本来的话这局应该说的局面比较不错的一个局面 人中现在是准备好开矿大冬这个开矿路线也是有点飘他觉得自己不开矿这场比赛赢不了所以的话还是选择开片矿 但是这个矿现在这个情况 很难开啊我就个人感觉dk现在已经三级了 然后这边蜘蛛跟炎魔买了主骷髅吧买了个腹地过来压制你这边要是敢开矿的话我就过来压掉你这边矿 然后三丘二发dk一发是又是一发给大法师大法师还有一百多点选dk还有一发c大法师一看不对赶紧往后走 这对了也怂的怂到家我们看到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打不过人家然后这边这矿放还敢放矿 这绝对要崩啊农民不不支援不过来你这两个伏特曼怎么守这个家 对不对 好优地家里面现在是二本科技然后我这边扔个伏地哎呀这弹总觉得这矿真不能开 真不能开而且这边我们看到往里很注意细节交换一组骷髅棒瞬间产生四个骷髅要两个蜘蛛你说这农民不不两个伏特曼你怎么说吧但我这边想想还能继续换家 对这是第三次来换家了之前两次的效果还是不错虽然自己损失也比较多 好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蜘蛛被捶住哎呦这蜘蛛是可怜出门不行出门不行 这这这这这这没办法被围住了围住的话只能死路一条 好亡灵这边也是把人住这边矿线先给先 卡瓦住你这边别想开矿 然后福特曼过来压这个 兵营这个倒是小事情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有必要在里面补点塔我觉得有必要补当然对方已经有顶顿福特曼了这边农民过来修 四条狗后来先修就这个兵营临ierno兵营农民修修哎 修住了修在修住了修就壳了 一刀点这一个水的修住了 带ł这边也是哎哎这这研磨被锤子锤 体上去招一个水龙出来大瓦是当心一点研磨跟 thiK都扯出来 当心一点这个三丘自己当心反观打你 研磨这边马上应该就是一个小研磨啦因为子作当心你锤着你可以C一下美元 但是没有冰甲的一个类似支援 所以这个蜘蛛还是好杀 还有一个蜘蛛是条狗 先点掉这方的一个水人 水人被点掉 这两个蜘蛛 两个蜘蛛一条狗 注意拉扯一方C上去 这个C人给小狗去 这不太实战 好有车子在 然后人猪这边跟王林打了五五开 但是随着时间的退 我觉得王林会越来越强 人猪越来越弱啊 感觉因为你这个锤子用完了 你怎么办呢 没没没的完了呀 你还有一个锤子 你还有一个锤子 你敌K又不好杀 如果能把DK给杀掉 还有可能性比较不错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杀掉DK的嘛 大法师这边又招出了水人 还好这大法师蓝比较多 DK现在这边一发是没有能够水准 哎呀这个时间真的有点稍微亏啊 现在是两个水人杀小狗 又是一条狗被打掉 优地这边是还剩下一条狗 两条狗 这条狗 弹总这个细节有点到位 水人进去以后强杀一条狗 引之锋衣 好吧弹总这波又被打回去了 我们来看看情况 家里面剩三本科技 这一感觉一本打一波不行 剩二本 二本打一波还不行 剩三本 三本再打一波 这个打的也是有点稍微的六 好的 现在这个水人的经验先拿掉 然后这边练乌龟练海龟 海龟 对看一下山丘这边应该是 又有一锤了 锤一下这DK 这DK不好杀啊 围住 炎魔这边放一放 哎 这野怪在那边也是忙得不易乐乎 感觉要注意好位置 炎魔分裂了 好 终于形成了一次分裂 DK这边看一下 山丘有蓝 山丘这边还有66 DK不要打一海龟啊 这个时候 车子不能倒 车子是绝对不能倒 车子是一个关键点 有车子的话就能补解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 下里面剩三本科技了 补一个什么建筑呢 哎 这干嘛 真吵吗 好 先把这大海龟练掉 这个车子也是有点残血 再造出一个 阎魔也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 我分成两个 不错 这个不吃块 一个边两个这事情不吃块 另外一边 练了一个点 打了一个护角加三 卖掉 卖的真是快 真是快 好车子修 农民修下车子 伏特曼过来看了一眼 没什么事情 王林没有在这边开阔 带总现在 这边还有一个伏特曼 一个山丘 一个大法师 这边的话 是选择继续练 就研磨 CG真是分裂好的 研磨 这是越来越短 CG 很快就没了 出骑士了 带总这边是骑士 飞机 三本打法 一本打不过 二本 二本打不过 三本 三本再来一波 然后骑士飞机 另外一边也在练节 现在是大法师跟山丘 然后三发一个圣骑士 什么的 应该 应该有必要 对圣光 圣光的正义 这边三位客家没有完成 反而人猪的科技 而比王林要领先一点 四个蜘蛛 但是这波我就这边打的话 人猪未必打得过 哎 他准备要往里面看一下 可能是还是想看看 战总有没有开矿 大海归大无敌 不错 不错 不错不错 这边看了一下 没有 把这个福特麦给干掉了 战总接下来继续练节 对 练节练的不要太开心 真的是很开心 哎 打了一个敏捷加三 哎 开个矿 也不是不可以吗 开个裸矿 不错 想法不错 好战总这边现在 哎 这个炎魔一锤锤锤住 这笔经验我要 拿掉 好的 DK跟炎魔四个蜘蛛 两个英雄继续去练点集 然后战总这边的话 现在是 飞机加骑士的打法 这是没办法 这种办法 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在 二本的时候开边框 但是这边 COPSTAR增长非常细致 第一时间增长到了 所以的话 这边开框是失败 只能说走一个单框 那个三本打法 这算是没办法 这种办法 一个勉强的办法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胜率 最加6 但是王林的这个打法越来越 越牛逼啊 飞机侦查一下 然后这边是蜘蛛的拉网 我就有必要提前研究一下 毁灭这些研究 三发可以来个列弃 虽然炎魔这个英雄 在后期的话 肯定要比这边那个列弃要差一点 差蛮多了 不是差一点 邪恶光环 然后不错 这东西 这东西好评 这东西真的好 补了一个大墓地 补了一个这个矿 然后飞机好像刚刚没有往这边看一下 不知道在弹道这边刚刚有没有看这个 看这个点 看家里面现在50人口的王林 把这边的一个商店给垫掉 对王林这边一路练击 练的不要太开心 爽得很 真的是一路在练击 这一步练击练的是太滋润了 拿了一大管经验 拿了一顺的宝物 你看攻击主角加9 这里加6 大蓝瓶大雪 大吴迪 小吴迪 或者各种东西都有 哎 这边我也是练击 不要慌 我也练一个 提什么 宝物这边是大吴迪冲魔棒 小吴迪给打法师 王林在这个地方还真不打开出一片框 我不知道弹总这边会不会增长到这个点 很有可能增长的 因为这个点还是弹总自己练的 但是想不到可能一时间 他没增长到对方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开一片框 现在这边亡灵的人口是51人口 三发了一个 在勾一下这个海归 双方的话继续练 哎 大法师果然没有往这边看 看一下 王林这边偷出一片框 两框打一框 哎 这个剧情 王林是稳赢版 对 两框打一框的话 人组就很被动了 本身一框打一框 打一框 我觉得人组都未必 未必打得过 那两框打一框的更加吃力了 好在弹总这边部队现在还蛮凶了 等级也不虚 433等级 这两个英雄 RPG能力还比较强 啊 王林这边有个短板 这个阎魔这个英雄在后期可能就比较乏力了 呃 想一想 他阎魔到后期唯一的一个作用可能就是一个禁言吧 我倒觉得小阎魔这种东西基本上作用不大了 禁言还不错 就是相当于一个沉默技能嘛 但是一个单体的沉默 就还有点不太一样 的确是一个沉默技能 今年是可以沉默对方的一个一个一个 还可以减个攻击力 是吧 水人这边把他点练掉 现在我们看大董这边练剂练的不要太开心 一路练剂啊 家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呃 只有一根的箭塔 所以这个家应该说是比较好进攻的呃 蜘蛛1234有车子非毁灭没有飘 好多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打法飞机必须得提前出 不要人家毁灭飘了以后再出飞机来不及的 继续出飞机 然后王林这边是要注意好操蜘蛛的操作 三个骑士 这个满血好像还要再加一下有点有点有点没意思吧 好的锤子锤住 哎呦这个C 哎呦这个这个好像不太好打 往后面转一下 那些等级有点低 只有一几这个禁言一下三球 点个点个灯点个灯点点点点个灯 哎这个这个好像好像感觉弹种这边更加凶悍 王林这边打了一下发现不对打不过 哎我那我先不紧我两块刚开等我一下给我一点点的时间 两个诅咒神妙要出女妖吗 哎 女妖占据其实也不错 女妖占据其实也不错 占据掉人家骑士 哎那这样的话对方只有几个飞机 我蜘蛛家骑士分分钟完爆你啊 带总这边拉了个水人往这个方向过来 难道要珍查一下吗 似乎的确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而且能看到 哎呀被看到了被看到被看到 带总这个也是很细心啊 也是很细心 有这边矿的话相当于说是刚开好 哎呀水人这边正好能看到 带总这边也是一惊我的天 居然矿都开好了 我这个这个防御塔飞机一轮两轮第三轮倒掉 这塔根本是没什么用 哎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呃你你打我这边那个矿点 我去你基地里面来一波 你家里面就一根的塔 我觉得可以来一波换 然后这边我们看大法师是没有提批的 大墓地也给拆掉了 赶紧先先先手家留了个水人在这边 大法师再招一个水人 两个水人再过来搞这个矿 家里面的话现在蜘蛛把这边的一个塔给点掉 带总赶紧先回家 家里面的农民啊应该说是比较难的 又是一发生甩进去 铺楼各种追一下 飞机少的话还是先不要在那边打 先先等大哥们进来 找一个小烟魔进去继续 哎然后的话这边我们看大部队骑士 骑士分队四个骑士 骑士飞机一起回过来 这边炎魔跟着骷髅进去 召唤万物到里面去杀 哎往下两个飞机 我好多飞机毁灭这边 这这这毁灭那么瞬间被秒杀 我们看到真瞬间被秒杀 哎这个蜘蛛有可能要死 双体连击秒掉 应该是一个T没有双体 好这边我们 但是但是这边我们看到 弹总这个部队是进不去的 骑士这边这进不去 只能靠飞机来搞定对方的这这这骷髅了 水人招进去 哎感觉弹总这局还有点细 还能玩 而另外一边水人把农民给全杀光了 这水人真是真的熊 水水坝吧对不对 哎研磨这边 哎 哎我这边 哎农民啊我大哥 你哎水人没前途啊 哎水人没前途的兄弟 再分裂啊 你在哎这要分裂了 这样分裂了 喂 这分裂不出来 这方水人会把他打掉 而另外一边弹总现在大部队 直接过来抓王林 我感觉王林打不过啊 这个这个都有点感觉啊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飞机在这边 也是在那边打加油 但是很凶 点紧车子 打这边的打这边的法师还是不错 因为这个飞机是一个炸地 是一个工程攻击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一个蜘蛛被秒 但总这一波打得风生吹起啊 感觉上去好像反而王林打不过 好又是一个圣光 这个蜘蛛有点招不住 王林这边三个英雄跟对方肉搏 狗也让他脱出来 但这个飞机很凶残啊 你别看飞机这个东西攻击落人多啊 然后这边打这个女妖 飞机打女妖还不错 毕竟工程护甲上相克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了 这个炎魔被围在里面 炎魔被卡里面 大法师一个圣光 炎魔直接被一锤给放倒 炎魔真是在这个部队里面不给力啊 这些的确炎魔在中期的时候防守是不错 但是在后期的一个RPG能力上面要比对方弱很多 一锤又锤住一个小狗一个双击联机秒掉 这现在我们看大法师五级啊 这边的一个山丘引进是四级 圣骑士也是四级 那这样的话这边矿上面还没有这个农民在这边产钱 也就但总现在目前为止单矿打爆了这边的亡灵 亡灵其实也不能说是两矿吧 这边现在女妖数量还长了蛮多的 只有专家级要不要来个大四级女妖 这样的话可以来占据一波对方的一个骑士 飞机过来把这框给清干 哦飞机真是有点可怕 真是有点可怕惹不起 真惹不起 飞机太可怕了 直接是试虐掉对方的这个点 有点凶有点凶 我只能说有点凶 真有点凶 带总这波是打得非常漂亮 用飞机加骑士打法 将王陵给压制住 这局现在当总应该说是优势局啊 我在想这边大四级女妖能研究一下 把女妖的蓝给攒一攒 有没有可能性说待会 对吧 女妖一波这个这个这个占据 把对方四个骑士给占据过来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 库布斯塔主要吃亏就吃亏了 这个二英雄啊 这个要是一个五级DK 然后呢是一个四级的列起 然后一个两级小黑 我觉得会好打很多 先手有沉默 这个虽然他这个也有沉默 但这个没输出啊 输出就是靠列起 列起一级的NOVA 怎么输出嘛 输出不了啊 对不对 输出个奶子啊 这是就一个两辆 列起就让你打又怎么样的 等级不高 不够 打不动我这边的一个一个一个骑士 跟这一个三个英雄 但我这边现在是我一个农民去开矿 这这应该是也是有点惨 一个农民去才开矿 小炮 憋漫娜 憋这个女妖 霍布斯塔准备好 女妖蜘蛛一波翻盘 女妖占据一波骑士 对 一二三四五 这个好像还真可以 真可以啊 但这边三秋应该能定住一个 看这波女妖 大总这边目前为止还不敢轻规妄动 飞机的话 待会也可以杀一个女妖 应该说还可以 绿帽子先顶一下 对绿帽子先顶一下 然后全部顶起来 这个女妖 赚大司机应该是有的 待会能不能魅惑一波 我觉得还是有空间 有空间 大总这边当心一点 别待会被人家一波骑士给魅惑过去了 这完蛋了 骑士被地方给拿过去 这事情就讨厌了 这就不是简单的 这事情就不一样了 性质就不一样了 好的 骷髅先开到 对 女妖这边量还蛮多的 单独要当心一点 谨慎一点 骑士什么当心 哎 这边飞机 先飞机 飞机要打掉 很大量的女妖 王林现在是女妖 加这个蜘蛛 打法也是非常先进 一个农民在那边开矿 真的是鱼躬移山 往下来 该魅惑了 占据一下 飞机 锤锤锤锤锤掉 但是这边两个骑士 三个骑士 他都被魅惑了 而圣光一下 魅惑掉两个好的 两个两个被魅惑掉 一个骑士被打死 两个变成这边的一个亡灵的了 这个事情有点讨厌的 骑士给你打的话 这骑士不好杀 又是一个C给到这个圣骑士 大总这边表示有点凶 对方两个变成 瞬间变成对方两个骑士 定住这一个骑士 冰甲接上去 这骑士硬啊 水人有点凶 你要这边还有吗 还有没来没来 要200蓝才可以进行一个魅惑 一个骑士被打掉 大总这边打就是自己的骑士啊 这边民兵拉出来全上了 哎呦这小炮有点凶 小炮把这些女妖给全杀光了 哎呦我靠又炸死一个 好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骑士有点可怕 冰甲骑士 冰甲骑士这炮有点凶的 哎 你起来双齐联记 DK这边没C吗 有C C啊你倒是 这些这边直接没有C C这个这些直接被打掉 这什么路线啊 DK有C 这又有一个圣光 杀不掉这个三圈 这个C应该给你起啊 这个 哎他这边为什么点了个无敌啊 这边我们看到 哎呦我们看到这个骑士进去 直接把那小炮给切爆了 真是凶啊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 但从这边矿居然给起来了 也是神奇 哎 研磨被定住 研磨苦逼的呀 没有无敌的研磨 肯定必死 三球这边禁言一下 赶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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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我追我追追追追 我有鞋 就等这个禁言的CG到 我看你往哪里走 锤子啊 人生 拜拜 哎呀 我就说嘛 这个东西真是没办法 又是一个圣光 杀掉一个蜘蛛 那这样的话 三球这边又有锤 骑士 哪里走 锤你 你的骑士走不掉 又是一锤 干掉一个骑士 这三球太霸气了 真的是 而且但总还有一篇矿 还有一篇矿 对 但我现在还有钱 完了 连大墓地都卖掉了 我靠这也是凶残 也是凶残 被动云 大马是招 招水人出来 大马现在这个时候 九八点学水人 应该是无敌的呀 对吧 是你圣光 圣光 打DK也可以啊 你们5GDK在我面前嚣张 来 引起无敌 DK那么嚣张 我三打你 六五五等级 一个女妖 顶个绿帽子 这绿帽子 我A死你 也顶个绿帽子 我往里还看了一篇矿 爽的很 大马是一次 群力传送 走了 先修个商店 然后爽一爽 这还能看出一篇矿 还是有点可怕的 出坦克 我靠 弹总也是坏 你们卖 卖了 卖 没建筑 对不对 我推死你 卖 卖 卖了 我推死你 好 一个小物的一个大物的再买个小物的稳了 带总这边是在贴亚岛上面用正面击溃了这边的王林应该说这局是打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不要再卖了 再卖真要被真要被他坦克给推死了 带总坦克已经即可难耐了 坦克一来的话 那么王林直接是吓哭啊 是不是 你怎么打这坦克 复活这边的阎魔 带总坏一点的话 斩个死个坦克 推死你 推推推死他 关于他现在还不知道对方有片矿 这矿人的一个农民修出来也是不容易 推推推推推推推 推先把这个塔给推掉 给各种推 这个农民修啊修不住啊 坦克就打你没商量啊 就没商量 倒了 有什么办法呢 没办法 好爽一下爽一下 这个装备真的看了就有点眼花缭乱 坦克还有一个一个来对一个个来兄弟们不要慌 带总这边也是坏 然后这个 矿人在踩 然后我其实我觉得 这六五五的等级应该是完爆这边的亡灵啊 你这个阎魔出来又怎么样呢 打得过我你 又来两个坦克 然后大法他就找水人吧 三级水人说你怎么打 没法打 真是没法打 再慢 麦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DK被定住圣骑士一个圣光 哎呦这圣骑士还真有点小小虚 引起无敌 坦克先把这祭坛给推掉 对这还有几个建筑还有四个建筑 然后王林这边要要要要卖光了 一起被绿帽子被捶掉 又是个水人哎呦这这这就没办法了我们看到一发C 三球这边也是 灭死锤子锤住 一个女妖被打死坦克这边继续推就这么 就准备了 王林这边已经是物理回天了真是物理回天了 这马上就准备了还有两个建筑你怎么打吗 谁给这边圣骑士圣骑士杀不掉还有一个小物体还有个大物体怎么杀他吗 这货你怎么杀都杀不掉啊 反过来一个双星连击秒掉这边的一个DK机机 好吧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话应该说是也是非常戏剧化 前一本的时候弹总来了一波进攻 呃两方都很伤二本的时候又来一波进攻又是很伤 但是呢也是逼迫了王林出了一个研磨 这个英雄应该说是后期真的很乏力 基本没什么用 你死亡其实又不能支援他对不对 然后他就是一打就死打一打就死这个死的次数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是证王之数 试试的英雄证王非常可怕 然后那个后期的话就非常非常不给力 在RPG的时候呢非常吃亏 所以那些等级又不高 所以的话这导致王林的落败 而弹总这边只有四个骑士加三个英雄 还有一些飞机就把这边的王林给击败了 好的也是恭喜弹总拿下本场比赛 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实力的实力的象征 对